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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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覺得薩爾瓦多戰術非常好 因為太拳手的話這個腿法是很好的 但是有時候防守拳會差一點 不過這個巴塞的拳很重 你要小心一點 然後這個低了怕被摔了 所以這是做一個大馬步 薩爾瓦多打得也很積極 一點不示弱 看薩爾瓦多主動在用拳法進攻 這個雖然運動員有互動 但有時候碰到當步的時候還是會很疼 對 那雙方目前都是左架對左架 好拳法完就接西撞 再加一個再摔 我覺得從力量上好像要拔摔更大一些 這個低忍企圖心非常強 一爬起來繼續作戰啊 也表示說我沒有事 也會贏得裁判的這種氣勢 不過應該是爬起來之後等裁判縮緩 才可以繼續打 對 好 從他在批西 對 欸 倒下來了 比較有的話 太強王這個西撞他是比較厲害的 他們會調動雙身的這種力量 是 然後那個 腰胯要往前送 對 要頂進去 他不是往上頂 往上頂比較很有用 因為他不是彎下來等你往上頂 所以是要往前頂 對 往前頂 對 才能頂出力了 要送胯的動作 好 第一人就要跟他拚拳 然後這個八拆啊 換個角度做西撞 好 接手之後 然後打到 這局比賽打得雙方硬碰硬的 對 幾乎沒有太多防守了 對 八拆兩拳之後就接西撞 可是沒有空檔 第一人的防守啊 最後三十秒 第二局 對 那面對上的西撞啊 其實第一人的手肘可以再架用力一點 用力往這個八拆的大腿上架下去啊 等於你在做走擊 對 對他的大腿做走擊 這個是相當有效的 對 但是這個做過很多運動員就不太會這種 防止這個 笑我常做啊 一下對方就不敢動了 因為這個走擊 撞到大腿上啊 也很疼 點到裡面的穴道 對 會麻掉 好 剛才這個上高拳沒有抖到 那這個 八拆的摔法還是非常高明 沒有提出抗議 對啊 好 比賽開始了 其實面對這種勁骨的一個高掃啊 如果單純用手臂去擋啊 有可能會斷掉 因為手臂的這個骨頭比較小 對 有些力量很大的 雞的手臂碰到了 他這個接著打擊的力度依然很大 對 對 那所以這個 敵擋這個高掃的方法要有所改變 不然手很容易斷掉 我們有些選手啊 在練習的時候啊 光碰碰 被高掃這樣一碰到手就斷了 斷好幾個 所以要小心一點 好 現在這個八拆啊 都是用一個掃踢 然後就近身 可是近身西法因為太近了沒辦法做 嗯 好 剛剛一個 有點奇怪的直線性的一個蹬腿 距離跟角度都不對 主要是角度不對 對 滑掉了 這是側頂的習慣 對 屁股往後側一下 讓出一點空間 然後這個 這個 Titon 為什麼這麼做 因為他怕被摔 所以把屁股往後做 雙腳打開 把重心放低 這個是面對太式摔法的一個不二法門 好 這個腿還是很重 對 一個迎擊 用拳法去迎擊這個腿法 好 好 八拆的攻擊模式 四拳加身體的重拳 接著一個西撞 好 做好幾次了 第一人應該去抓 但我覺得八拆今天的這個攻擊力度不如上一場比賽 對 不如 好 又被摔了 這一次你看 這個第一人一沒有做抗摔 八拆立個摔 這是屬於一種聽進 對 而且對八拆來說 這變成條件反射了 一貼近以後馬上一個擺摔 對 每次都成功擊 感覺對方的這個重心在哪邊 力量在哪邊 就決定要摔或不摔 這要經過長期的練習 才有辦法達到這種境界 好 第三回合剩下最後20秒 對 那三方的空冷面好像沒有提醒他 時間快要結束了 而一般在旁邊的教練要提醒 全力以赴 對 馬上打出一輪組合來 好 剩10秒了 好 又要浪費掉了 這實際上有點太平淡的結束 是 馬上沒有時間 哎呀 真的是 打得不夠 不夠激烈 是的 30比27 比賽結果 紅方勝 And the winner's right 有請我們的頒獎嘉賓 混論局大賽的賽事總監 托尼陳先生 謝謝 謝謝